小可爱 你大姨她们要来 你快点准备点好吃的 关我什么事 我才不管呢 反正丢人的不是我 不跟你们说了 我忙着洗脱液呢 你们来了 赶紧过来坐吧 你看人家小可爱 太用功了 回家的时候胖虎 看我表现 儿童故事拽拽 一天 她路过一扎冰淇淋店 一小店主真的招聘售货员梦 小猪走进去对店主说 我非常喜欢吃 胖虎就是我容易 一张 两张 三张 怎么又被奖状拿出来显杯了 啥显杯啊 这是孩子的荣誉 我们有点事 我们先走了 我还没选择玩呢 走了也行 那我就 终于走了 上来陪我 光在别人面前表现有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能够一直这么自律下去 小伙伴 你们说对吗